消息传出国民党有意修改党章 让总统成为当然党主席 不必再透过选举以落实以党辅政 不过外界质疑了 瞬间党主席的总统马英九 选在这个时候要修改党主席产生的方式 恐怕是为了要自保 不用为明年七合一选举来负责 而这个案子经过下午中常会的讨论之后 将交由全代会来决定 国民党全代会不只场外威胁 来势汹汹 场内也很热闹 部分党代表串联要提案倒马 2014国民党如果败选 马主席也要跟着下台 一场党魁保卫战正在开打 中常会上不仅确定全代会改成每年召开 中常委每两年选一次 更决定修改党章 让总统兼任党主席 很难避免外界有司马昭之心的这种联想 在全代会的前三四天提这样一个案子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疑虑的 而且没有充分跟基层讨论 会造成国民党内基层的一个动荡 李德卫率先开炮 因为实案风波未停 监听风暴更是持续延烧 现在修改党章等于是拿到免死金牌 马主席一位稳坐到2016 不过也被解读是在规避2014选举失利责任 我想如果讨论到这一点 这个就太奇怪了 一个政党他是一个社团法人 如果说连修改一个党章都要扭曲到 是一个未来选举如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党员是不公平的一个说法 现在谈败选的话就是失败主义 我们大概全党就全心上架打赢那个选举 希望以党辅政落实党政密合 经过中常会讨论 总统兼任党主席的提案将送往全代会讨论 只是时机太敏感 面对随时可能跛脚 要求党章保大卫 很难不被联想 有电TV胡锦串正熙台北报导